Hello,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阿僧 在前一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了一则新闻 在山东某地区一只蟋蟀卖出了11万的价格 当时我就在想了什么样的蟋蟀居然能卖11万 我就好奇的在网上查用了一下 结果发现原来在那个山东的小县城是著名的蟋蟀交易市场 每年的7月份到10月份都会有大量的春客来到这里 交易捕捉蟋蟀 在当地会举办什么蟋蟀世界杯 并且今年的冠军会得到40万的大价 说到这里你们就明白吧 为什么会有人花11万去买一只蟋蟀 所以说呢我就特地的花了不到11万 从山东买来两只蟋蟀蟀蟀 来看一下他们到底跟我小时候建的那种蟋蟀有什么不同 给大家看一下正宗的山东野生蟀蟀 大家在电视剧里面应该都见过 就是两个蟀蟀放到一会儿他会打架 但是小时候森哥做过这样的实验 就是从老家的那种地里面抓的两个蛆蟀 但是他并不会打架 然后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他两个会不会打架 两根竹子分别两头都塞的棉花 这里面应该就是那个蛆蟀 找一个工具 然后我们把它放到里面看一下 就用这个小碗 没有了 看起来和我小时候建的那种蛆蟀没什么区别 以前小时候就经常建的那种蛆蟀 没有发现山东的和我们这边的有什么不同 来给大家近距离拍摄一下 好我们现在就把另一只给放进去 别跑别跑 好不容易又被我抓到了 太可怜了 两只蛆蟀放到一会儿看他们会不会打架 不是你们俩打一架 让我的小伙伴们看一看啊 跳出去了啊再把它抓进去 不是就这个玩意儿怎么会卖11万 这什么个鬼 小伙伴们你们看一下 是不是和你们建的那种蛆蟀也是一模一样的 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啊 不能跑不能跑不能跑 我在这里又当做小鸭子的晚餐了 好今年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